当地时间16号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 率专家组成的代表团 从维也纳启程 前往乌克兰访问 格罗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国际原子能机构 正在扩大在乌克兰的监测部署 以防范在持续冲突期间 发生核事故的风险 根据乌克兰媒体的报道 格罗西计划在本次访问期间 与乌方代表就在乌克兰所有核电站 各部署两名专家的问题 达成一致 俄乌冲突爆发后 位于乌克兰南部的 扎波罗热核电站屡遭炮击 引发多方对核安全的担忧